大家好, 政治揭露, 大家好 我錄了一天, 7月30日 那當然啦, 昨天就實施了全日限堂食 那當然就會帶來很多, 我想很多媒體的憤怒 媒體全力在說, 香港人吃都沒一口好吃 要在街上下雨, 站在街上吃 甚至在街上坐在街上, 天氣三十幾度 很多的怨言爆出來 這個是, 我想社會的一個感受是真的 新聞你說, 你罵他煽動就可以 無線新聞你說煽動就可以, 但我想每個傳媒都罵 但也可以說一句, 去反映人的真正的怨氣 又可以的 不要說針對你無線新聞 因為香港的社會的確對 全日禁堂食, 即是下午沒有堂食 即時實施的時候, 怨氣是很大 這個可能你說無線新聞都是反映現實 何志光你經常針對他 是的 那我先不去罵無線新聞 事實上怨氣大 所以政府就跪下, 明天就開堂食 那整件事, 究竟應該怎麼看呢 第一件事, 原來禁堂食是政府專家全力去催谷的 何柏良 何柏良在7月22日就說, 槍全日禁堂食 接著呢, 他竟然在7月30日8日之後 即是今天 他就說, 打工仔 街上進食, 慘不忍道 槍重開堂食 蛤? 你推了政府, 叫全日禁堂食 你現在就假裝自己沒有叫政府這樣做 接著同情年輕人 你究竟是醫生還是搞政治啊? 何柏良 你姓何不代表你是好人啊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 喂, 你 你是未有疫症前叫人禁堂食的嘛 你現在禁堂食這件事 社會民眾不接受 你扮不關自己的事啊? 喂, 我覺得香港這些不是專家啊 他現在是整股專家啊 現在何柏良 不止何柏良這樣做啊 還有幾個專家我覺得都是這樣啊 喂, 袁國勇也是這樣啊 但袁國勇就沒有何柏良那麼糟糕的 暫時還沒看到啊 他就說 促完說停止堂食 我還沒聽到他 站在民眾罵政府啦 何柏良就不恨了 即他 即他叫完政府去禁堂食 日頭都不給堂食 接著之後扮不關自己的事 就是何柏良沒有道德啦 袁國勇是有份叫人禁止堂食 許樹昌一模一樣 7月25號叫人家全日禁的 接著我看無線新聞看到許樹昌說 哎呀, 這樣也很可憐啊 我抵你嘛 你何柏良許樹昌 袁國勇現在少說了話 因為他出事 因為他一天到黑 都是在抹黑大陸的了 人家知道他是卑鄙無恥的了 他最近 7月20幾號仍然都有一些言論 就說 喂 7月27號 他說 武漢官員隱瞞疫情 那美國官員有沒有隱瞞啊 那些是隱瞞啊 還是處理不當啊 喂 武漢 如果極早期可能處理得不好 因為他沒有那個專業 地方官員沒見過這個病 嚇怕了 處理得差 甚至說找人恐嚇過啊 李文亮 那當然不對啦 但是 如果一個低級官員做錯事 你拿來放大幹什麼呢 不去說啊 袁國勇是否糟糕了 不過袁國勇呢 他事實上 在幫助著美國 宣傳著China 或者Chinese virus 美國境內叫Trump virus 為什麼你還要幫美國搞宣傳呢 這些就是漢奸啊 袁國勇呢 在這次呢 禁堂食事件裡面呢 他真的明顯衰竭一點的 是許樹昌和何柏良 真是你線緣政府 現在就裝不關自己的事 這些是很無道德的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我看到無線新聞 有一天到刻捧許樹昌 現在可能出地的人也好 這些人 點紅點綠 我們香港是不應該 再容許他 在那裡妖言惑眾 我就知道鍾南山呢 就支持全日禁堂食 他說禁堂食是有用 因為疫情的來源 他看到 在食屎裡面傳播 是明顯的 是很多食屎群組 我們都不可以否認是不存在的 當然啦 現在的社會可能已經是 觸犯到大多數打工仔的底線利益 打工仔的認為就是 我可以放工後沒有堂食 我上班 就要有地方坐 你如果 我覺得政府可以現在 我想呢 你全日禁堂食一定做不到的 我覺得政府呢 將那個限制 由 一張桌子兩個人 如果再不行 一張桌子一個人 你吃肆就要忍 沒辦法 吃肆可能想方法啦 可能弄一些小的桌子 如果不是 現在沒有的 你現在抵觸到的嘛 那些地盤佬啊 駕車佬就是要有地方坐下吃東西 嗯 始終呢 我社會接受不了 反應大 這樣就沒辦法 但是 政府 我可以說 這次我不算罵得林鄭這麼 嚴重啊 林鄭就是說 喂專家說全日嘛 她們是專家嘛 喂林鄭不懂得傳染病 她說為了這樣 那些傳媒不幫你 那些專家背叛你 又出賣你 林鄭是有去無辜的地方的 這次 這件事來講 但是你說起這群專家呢 我現在在想著就是 喂 她們是極力阻止 大陸醫護幫我啦 蔡堅啊 就是蔡堅在罵別人不懂英文啦 這個圖可能大家見過 但是現在理解呢 就是說 原來呢 她大陸測試針的成本去到15元 但是蔡堅呢 堅持呢 就要用外國的測試針要三千元一支 她們呢 當中裡面呢 其實原來是 裡面牽涉呢 如果全香港750萬人都要做測試呢 牽涉二百多億 原來蔡堅呢 是一個漢奸來的 因為他們呢 現在呢 在西方呢 在這個 醫療是有一個霸權 在這些的藥物測試呀 準則裡面呢 有一個霸權 現在蔡堅這些是要阻止大陸的測試劑 或者是大陸的人來香港 她是要保護西方醫療的霸權 為什麼美國疫症是不受控制 因為美國 在醫療裡面有一些既得利益 而且這個既得利益 這個山頭是全球性這麼大 所以 當中國產生了一些又便宜又快的檢測劑 會清擊到一些低效率 又貴 又要用三天時間才知道結果的測試劑呢 是會淘汰 現在西方為什麼這麼堅拒 是因為他們的既得利益 被中國一些高效率 美耳廉 又漂亮又便宜的測試準測 測試劑呢 去挑戰 所以他們會在網上做很多謠言 就屈大陸說這些東西怎麼不准 怎麼差 為什麼是因為 現在這些是漢奸啊 要保護西方霸權啊 再給你一張圖 這個蔡健 蔡健是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就是他自己在這裡做過的 他就說要開放解放軍軍營 不封關的話就要開放解放軍軍營 九吾吶答白 就是說呢 他要犧牲 他是搞港獨的了 如果這些說話 然後他說中國數字應該要成十倍 這個就是蔡健 就是說呢 香港有一大堆醫護 原來是一批漢奸 他除了蔡健 當然大家太記得 馬仲兒啊 余慧明啦 他們說要阻止大陸人來嘛 他們現在這幫人 他們背後是在剃著 西方的利益 做著漢奸 出賣著香港 但是自稱 有良知 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如果醫療界 有這樣的漢奸 明明西方的測試劑不行 西方的疫苗不行 或者西方的藥不行 但是他要求香港要走西方我套 他呈於香港疫症爆 都不要搞到西方這個醫療敗權的堡壘 他們現在正在做西方的走狗 為他們康家護院啊 2月 他說 哎呀醫管局人手很短缺啊 所以要罷工 現在說 香港現在人手很充足啊 所以不需要大陸醫護 2月的時候只有94宗 你說人手短缺 香港現在有三千宗 做圖的時候寫二千 現在是三千 他說香港醫護足夠 你明明因為大陸有他的標準 如果你被大陸的西醫進來香港 發覺原來這麼便宜 都可以做到這麼好 醫到這麼多人 西方那一套就會被淘汰咯 不用用西方的卡字劑呢 不用參考西方啦 是不是啊 因為中國做的事情好嘛 漂亮嘛 高標準嘛 現在不是我們以前說本土那套 大陸是劣 香港是優 現在是很恐怖的 告訴你們 中國生產的產品 無論醫療 或者醫療的標準 或者醫療的人員 是優 香港這些醫護是劣 香港 西方 或者是香港這些 測試劑 是劣啊 沒有啊 我會很重要的說一句 我看到 鍾南山 對比香港的專家 香港的專家就 從頭到尾不敢罵別人示威 不敢罵別人暴亂 我今早我聽一下鍾南山 他罵 喂 香港最大的問題就是 有些人在搞搞震嘛 怎麼防控呢 為了搞港獨 站在街上 我第一次看到有一個醫護人員 夠膽去指控 這群港獨分子 咦?指控那些 搞初選啊 搞這些搞老的人 香港其實那些醫護就是漢奸 他們在偏袒港獨 他們搞政治掛稅嘛 他們不肯實事求是 採取一些最 最好 最優越的醫療用品 或者是檢測用品 或者是容許那些優 就是優越的人 來幫我們香港 他只是想保護西方 這些既得利益 而犧牲我們香港人的人命 我不說那麼多了 都十四五分鐘 我覺得香港 的而且 的確需要清洗 漢奸 我說多一次 馬仲儀 蔡堅 許樹昌 袁國勇 何柏良 余慧明 是漢奸